大家午好 下午做些什麼呢? 大家看不看到材料 看到這些材料之後 想不想做些什麼? 沒錯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豆腐的食譜 這個我叫它做 非典型順德魚腐 魚腐 大家經常聽順德魚腐 魚腐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用一些鯪魚肉 鯪魚滑做一個 做到它出來像豆腐一樣 但是原版是沒有豆腐的 主要有鯪魚肉 鯪魚肉 或者叫做魚青 如果拌好了就是魚肉 魚滑 鯪魚青 鯪魚肉 鯪魚蛋 鯪魚蛋 然後鹽 鹽 鹽 生粉 然後是胡椒 這樣就完事了 但是我想它豐富一些 其實是另一種做法 可以加豆腐 今天我叫它非典型順德魚腐 就是因為我加了豆腐 我覺得加了豆腐 本身豆腐有很豐富的植物蛋白 還有有很豐富的其他的微量元素 而且因為我不想它很乾燥 只有肉 我想加一些蔬菜 所以加一些豆腐 可以嗎 仔細介紹一下這個材料 大家看到的 我這兩瓶豆腐 其實其中有一瓶 我已經買了三天 三天的豆腐還能放到 是啊 因為我一買回來 我馬上沖洗它 然後 然後 把它拿水浸著 馬上拿保鮮紙封著 放進冰箱 三天 真的 這個豆腐 之所以不見了一塊 是因為我用來試吃 看看它有沒有變酸度 變了 沒有 當然要洗乾淨才試 如果不是 因為 豆腐就算很乾淨也好 它放得久 它表面是起散的 其實那些是細菌 始終都有多少細菌 所以 雖然我回來就已經沖洗過一次 但是用之前也要沖洗一次 現在就很滑 這塊豆腐 這塊豆腐是今早買的 那為什麼我越買越多呢 因為我沒有想著 就是做這麼多的 本來呢 我只是做一個 那這一 看看先 哪一包是 這一包呢 我就已經是 又是買了三天的了 那大家要記住 新鮮買回來的魚肉 或者是豆腐呢 其實放三天不怕的 不過呢 首先 第一個就是你不要讓它熱得太久 第一時間放到雪櫃 那豆腐呢 就一定要買回來之後 立刻拿水 沖乾淨表面 然後再拿水浸著 封住保鮮紙 這樣就可以放到三天了 這個實驗 是證實到的 因為其中這個豆腐呢 剛剛這個呢 我偷吃了 用來試味而已 這樣就可以放到三天了 好了 跟著完之後呢 那這裏 魚肉有多少呢 本來我這裏就半斤了 那這裏就半斤了 那這裏就半斤了 變成一斤了 即是六百克了 六百克 或者一施馬斤呢 就配兩隻豆腐 就兩隻雞蛋 OK 那本身呢 這些魚肉呢 沒有辦法了 因為現在呢 除非說 我們自己買來魚肉 回來自己剁的 如果不是的話呢 通常呢 就沒有調味的魚青的 OK 那所以呢 這兩包魚肉呢 是有味的了 已經 但是我依然要加鹽 為什麼呢 因為豆腐沒有味的 雞蛋沒有味的 OK 那所以呢 我就要再加些鹽 加些胡椒 那 再加雞蛋下去 那個味道就剛剛好 那這個魚腹呢 其實呢 它不算太鹹 空口吃也可以的 那比較清一點 那接下來我介紹完材料之後呢 那我就 我就開始做事了 那我首先要戴著手套 那這個魚腹呢 其實很簡單的 那可能我影片 這裡裡面呢 因為我要介紹 就是各種的手勢 那變成可能反而更慢了 但實際上做的時候 大家呢 可以是 我這個過程裡面的 80% 70-80%左右的時間 大家就已經做出來了 OK 那首先戴著手套 那之前呢 就有觀眾就問我 哇 你的手套好漂亮喔 在哪裡來的 在哪裡買的 那我這個呢 就不是一般的入殊的膠手套 來的 我這個呢 就是醫生的手術手套來的 那為什麼我要買醫生的手術手套呢 因為 大家看到 我是不是很貼 很貼身啊 還有它的彈性呢 是比一般廚房的手套更加高的 就是它的韌性更加高的 那變成呢 就好用很多 還有 我經常都說的 拿手 我之所以拿手撈 是因為有個手感嘛 如果它不貼著我的手的話呢 那變成我就感覺不到那些食物了 OK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首先 再繼續沖一沖那個豆腐啦 好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已經醃好的魚肉了 沒辦法 我 我不是不想給大家看 其實現代生活呢 即是我們都要講現實的嘛 我都買不到 是不是 我又不想 即是大家很難去買的 即是買一些零魚肉回來自己剁 或者是買到 即是自己剁就容易啦 但是買到沒調味的魚青呢 就比較困難的 這個鯪魚肉呢 就普通沒有蔥的鯪魚肉就可以了 那它已經調好了味的 大家要記住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調味的時候 要預算它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擺耐了 還有呢 因為這個鯪魚肉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是兩檔不同的買的 很明顯呢 這個呢 這個呢 那個肉呢 就純很多 這個呢 就混了 OK 所以這個顏色都不一樣 那 紋上去呢 都還是OK的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放了些鯪魚肉下去了 然後 我要拿鐵斗做什麼呢 就是要開生粉水 那為什麼要開生粉水呢 那很多人呢 那很多人呢 要做的時候呢 做這個的時候呢 就直接下生粉的 那但是其實呢 如果直接下生粉的話呢 就有機會那些生粉呢 就拌不均勻的 OK 那反正你都要下水的了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就要開生粉水了 那我這個 就這樣可以了 跟著之後 那 加水呢 不用加很多 只需要呢 是生粉呢 是可以是 就是 開得到生粉的 份量就已經夠了 OK 現在呢 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相機 就懂得自動對焦 對著那個框 它就懂得對焦了 然後拿開它 好 那我現在呢 都沒有放鹽的 因為我沒有放豆腐 嘛 跟著之後呢 就拿它 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可以放這個 是胡椒粉的 或者是胡椒粉 或者是胡椒碎 那我個人 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我呢 就喜歡放胡椒碎 的 為什麼呢 我覺得它清一點 OK 胡椒粉呢 大家要記住 它是混了米 下去的 那它才可以打得開 不是說 它是奸商的 大家要明白 胡椒粉是沒有純胡椒粉的 它一定混了米 為什麼呢 第一 就是好打一點 就是打出來 那些粉就會幼滑一點 那另外呢 就是最主要 就是可以是 令到那些胡椒粉 沒有那麼容易潮 所以大家呢 看到的 喂 你拿鹽啊 糖啊 它都會是潮的 但是唯獨是胡椒粉呢 它就不會潮的 OK 那 加了一些生粉水 下去 那 大家看到 我這樣是不是很均勻 它吸得很快 是不是 好 跟著之後呢 打一打它 它先 這樣呢 我就可以把我不同的 魚檔 買回來的 這個是魚滑呢 就可以 混在一起了 那為什麼要搭一下它呢 因為可以令到它那個 膠質更加好 黏合更加好 還有呢 就可以把那些它不同的 原料呢 就可以是混在一起 OK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加豆腐了 豆腐呢 就這樣拿碎它就可以了 大家有沒有發覺 咦 喂 不是這樣 真是老小平安 是啊 其實跟老小平安就差不多 OK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呢 就可以是用什麼呢 就是用筷子來攪拌它 會更加高效一些 那當然有人說 喂 那你可不可以用攪拌器啊 那可以的 即是攪拌器的意思是打蛋器 哦 不是那個攪拌機哦 如果你攪拌機的話 你死定了 啊 因為為什麼 你打完之後 你洗都要洗 這個時候呢 那個 即是豆腐呢 還有那個 那個 魚肉呢 那個黏合度都不是很高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快速打勻 即是快速它去攪勻 那這一個這樣的比例呢 就是那個豆腐的比例啊 那其實呢 就不夠高的 如果大家喜歡吃豆腐的話 可以再加些多些豆腐下去 去到呢 就是兩磚包仔 或者兩磚的軟豆腐 啊 就 對它呢 就是半斤的魚肉 OK OK 這樣就攪拌吧 繼續攪拌 好了 差不多了 那魚腹呢 我們呢 要做到它呢 是比較上是 即是軟熟的 比較上是軟滑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 加一點點水下去 這樣呢 令到它呢 本身呢 它已經是處於一個很軟熟的狀態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 拿手呢 去捏它 握它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豆腐呢 我先頭 我不是用攪拌器來攪拌它 那些打蛋器來攪拌它 那所以呢 它是未夠是什麼呢 未夠是 散的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下鹽了 那我們就住 那個 比例 那兩磚豆腐 那所以呢 我們大概呢 下一點點鹽 一茶匙左右就夠了 那呢 不斷地握它 就令到那些豆腐呢 和那些魚肉呢 那些豆腐呢 會越來越碎啦 還有這樣呢 可以令到那些魚肉呢 和那些豆腐黏合在一起 OK 大家 看不看到 我現在的魚肉呢 其實已經是 比 我們普通的鯪魚畫呢 是更加 更加稀的 記得是稀的 雖然呢 我們要 待會兒拿去炸 但是呢 我們要做到它很稀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餘腐呢 我們就要有一個 軟滑的口感 OK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差不多可以了 可以了 然後繼續 攪拌它 讓它那個 融合度就高一點 這個過程呢 其實大家呢 就可以用這個打蛋器的 但是呢 我也都知道呢 很多的家廚呢 即是它未必有打蛋器 這樣東西的 那不要緊的 OK 我們以前農村 即是順德原產的農村 不也是這樣攪拌 哪裡有打蛋器的 大家說是不是 所以呢 就不需要太介懷 有沒有打蛋器 如果有打蛋器 自然呢 就當然 大家都 比較就手 比較輕鬆一點 OK 大家看到的 留意一下 那個質感的變化 那我就越來越是 那個 豆腐啊 還有 魚肉呢 就越來越 這個是 黏在一起了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放在一邊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拿起 蛋器 就拿起 這個 嗯 兩隻蛋 那 就留這個蛋青 在這裡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 那些蛋呢 就和這個 魚腐拌在一起 那 因為這個時候呢 我已經是下了鹽 和下了這個 胡椒碎 或者胡椒粉 的 所以呢 大家呢 就不需要擔心 那個調味的問題 已經足夠了 少少的胡椒粉 或者胡椒碎 然後再加 一茶匙的鹽 那已經足夠呢 蛋呢 和那個 兩磚豆腐上味 OK 那 這個魚腐 因為呢 它是炸的 所以呢 就不適合 調得它 太過 太過 這個是 就是 鹹味的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就把蛋啊 將 魚腐啊 就 將 所有的材料 就攪拌 其實呢 我們的手呢 在這個做魚腐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可以 達到這個打蛋器的作用 比筷子更加好用 那 用手去攪拌它 這個時候 大家看到的 相對地呢 是軟身少少 但是好像呢 都還未夠軟啊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加多一點點水啊 那加多少水呢 就沒有定量的 那 就看看 現場你決定那個手感 是有多少啦 OK 但是呢 就不可以加到 即是呢 你加完水之後呢 就要將它 攪拌均勻啊 就不要呢 就 等它水還水 啊 那其實呢 大家看到 我加了這麼多水 還有蛋啊 豆腐啊 哇 一斤呢 很多食物了 但是今次 為什麼 我做了這麼多 是因為 之前呢 我買了三天 為什麼會買了三天都不做呢 原因就是 熱到我呢 很不舒服 那所以呢 早那幾天呢 早那幾天呢 我就一直 在這裡休息著 就沒有做過東西 那 今天我又想 就是 就是 身體好一點了 那我又精神了 那我又想做了 但是我又怕著它臭啊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又買多半斤回來 又買多一隻豆腐回來 所以才有這麼多材料 OK 那因為我不想浪費嘛 明白嗎 還有呢 我將兩天不同的 魚肉 和不同檔口的魚肉 混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可以遮掩到 三天前那種 即是 不新鮮的味道 OK 這個也是一個技巧來的 不過這些呢 就是骯髒 但是還是那句 不要浪費嘛 大家說是不是 好 那 這樣呢 弄到它 拌勻 然後 有少少起膠 OK的 這個時候呢 大家 看看質素的變化 它是 自己會射出來 即是我拿起來 它會跌出來 但是跌當中 就不像水一樣的 它還是一塊塊固體的 明白嗎 你要做到達到這個效果 才行 那 因為今天 即是我又不想花太多的時間 阻礙大家 所以呢 那些豆腐呢 都還是有少少 不夠 爛了 OK 都還有少少的 但是吃下去的時候 就不覺得了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呢 想是那些豆腐打到最爛的話 就直接拿攪拌機 但是我又不想 我又不想搞那麼多東西 OK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那個蛋白 相對快速 發勻它 發到它起泡 OK 這個時候呢 其實最適合 就是用打蛋器的 但是 我們沒有打蛋器 嘛 那所以 都是那句 以前農村 哪裏有這些東西 唯有用人手 辛苦些少 大家看不見到 蛋白的質感 變化 現在呢 起泡之餘 本來呢 就有黃色的透明 那現在呢 它就開始混軸了 沒錯 要打到它混軸 最好的 就是打到 好像 西式 那個 即是西式 那個 高點那種 那種 類似忌廉的效果 就最好 但是用人手打呢 打一兩分鐘都OK的 如果大家支持到的話 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打出來的蛋白已經是白色的了 混軸的了 好 搞定 下了所有東西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把蛋白和這個 已經拌好的材料 拌在一起 那一樣了 我手去拌它 其實更好 過用筷子 那我現在這筷子做什麼呢 我用來固定 那隻盤子而已 OK 我用來固定 這個魚褲呢 大家看一下 那個質感的變化 OK 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是很軟的 很軟的 但是呢 淋當中呢 它掉下來的時候 我用一隻手 去試的時候 它掉下來 都還是固定的形狀 OK 想那些魚褲呢 它更加好吃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是 搞到它 盡量所有蛋呀 水呀 生粉呀 就拌在一起 OK 即是結合在一起 這樣的效果呢 就最好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用一隻手 固定它 然後就這樣搞 同心圓搞呀 記住呀 同心 大凡拌東西呢 要是同心圓搞呢 才是有作用的 如果你是反過來 即是一時又這邊 一時又那邊 變了呢 它呢 結合的黏合度 就沒有那麼好 而且很容易出水的 記住呀 拌肉都是一樣的 大家看到我 拌肉的視頻 拌肉的影片 全部都是同心圓的 同一個方向的 就不會 一時又這邊 一時又那邊 OK 講講講講 我自己都突然想 改變了方向 那是不對的 嘩 大哥 我現在呢 廳呢 開著冷氣 22度 但是我現在在廚房做事呢 和大家一路拍片呢 竟然是滴汗 所以說 幾誇張呀 真的熱到呀 早幾天熱到我呢 我落一落去買菜 我已經是上來就已經頭暈了 再加上呢 不知道做什麼呢 不知道是不是男人呢 有 我朋友還搞笑 還搞笑 他說 男人都有更年期的 你到了 那些反應呢 一模一樣的 一向有潮熱 睡不著 情緒不安 嘩嘩嘩 終於知道 是嗎 昨天呢 我開到冷氣很低 睡得好一點 今天呢 立即精神了 夠睡就可以了 最緊要我 自然呢 就可以拍片和大家分享 今天我女兒又回來吃飯 那其實為什麼我會做魚腐呢 因為等下我做個泰式 泰式雞粉 就好像掛了一些 啊 不如加些魚腐好不好 所以我就有個魚腐出來 好 讓大家看看 即是質素 你說很老人家是不是 喂 不停拌東西 拌到大家聽到我那些 聽到我那些 聽到我那些 聽到我那些呼吸聲 是不是很急 是呀 老人家啦 真是 好 那就搞定了 看不到 它射下來的速度 大家可以感覺到 它的質素是怎樣 OK 那現在呢 這個魚腐就可以了 等下呢 我們就 拿下去 炸了 開始 好 等下開鍋炸的時候 我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 不是 未拜拜 等下見 興奮那頭 因為突然很開心 開心是因為我 就是 身體健康 終於像一些樣子 精神 OK 好 等下見 好啦大家 現在呢 我加了油 開始開火 那就 加油加多少呢 大概是600ml 那就視乎 就視乎 你那隻鑊的大小 我這隻鑊 就是32cm的 OK 那32cm的話呢 就給多一點油 因為為什麼 要有少少 離那個 就是離那個鑊底 要有少少高 這樣才OK的 如果不然很容易貼鑊底 那如果大家呢 用一些比較小的鑊 比如26cm那些呢 那可能加的油就少一些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口徑細嘛 自然呢 它那個加少些油 它那個一樣 是保持那個油的高度 那個深度的話呢 就沒有那麼容易是 這個是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呢 就是 黏底的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哈哈 我就要加 我的寶貝下去了 想呢 炸魚蛋或者炸魚腐這些呢 更加好吃的話呢 其實呢 是要加少少豬油而已 好 那我加少少的豬油膏下去了 OK 好 加少少就可以了 不用多了 這樣呢 你炸下去呢 那些魚蛋呢 或者是魚腐呢 就會有一個很輕度的 吃下去呢 有個很輕度的豬油的感覺 嘩 這種這樣的香氣呢 就會令到呢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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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蛋或者魚腐呢 就相得一張 提升不少的層次 OK 味道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就 下魚腐呢 就不用 是 就是 很高的油溫的 OK 溫油 大家見到呢 我呢 是什麼呀 我這個炸魚腐呢 就不會像人家那樣 要擠出來的 就是 我不要緊的 為什麼呢 最緊要方便我們自己家廚 大家說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大家見到我的魚腐呢 都幾大顆的 是啊 那 就視乎大家的 就是 那 因為呢 它有少少黏 所以呢 我撒少少油下去 撒少少油下去呢 它就更加容易呢 就是 可以離開 就是更加容易呢 就 不會黏住那隻羹 那它形狀呢 會更加漂亮的 OK 那 溫油下去呢 等它慢慢炸 那 自己吃 就不需要說 做得太漂亮了 那如果是 就是說 你去 拿去賣的呢 那當然要做得更帥仔些 OK 那 這個時候呢 不用理它 它炸到差不多 它抽乾了些水分 它就會什麼呢 它就會自己會浮面的 OK 大凡炸物都是這樣的 千萬不要心急 又是那句 不要心急 因為這個時候它沒有固定到呢 你一搞它就會散的了 OK 那散了那些水就周圍走 周圍走的話 大家可以想像 那些油鍋變成什麼樣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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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下 好,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動一動它 因為我是很早放的,溫柔放的 所以這個魚腑是有一點點黏底,不要緊 它炸到差不多,它就自己會起的 這些大凡炸物都是這樣的,大家不用緊張 哎呀,不用怕,哎呀,糟了,黏鍋底,怎麼辦,會不會焦 這個時候,油溫夠高,我們就收回中小火 炸魚腑就不可以太過大火的,OK? 當它油溫夠高的時候,我們就要拿起它 就是收回中小火,OK? 因為我現在經常攪拌它,煮它,原因就是 因為鍋底的溫度已經比較高 所以我就需要弄起它,變成它就沒那麼焦 這個就不太好,這個焦了一點,其他那些都OK的 那,繼續炸吧 繼續炸到它全部都金黃色,還有呢 就自己會懂得浮起來的 這樣就證明它裡面就全熟了 它的水分都抽得七七八八的,OK? 記得這個時候,我們要收回中小火,不要那麼高的油溫 如果不然呢,就很快這個魚腑就會炸焦了,OK? 那開始有部分的,這一塊,還有這個邊這一塊 就開始已經剖面了 那,所以這個魚腑就已經OK 那,其實呢,說真的,魚腑呢 就不要,大家不要學我這樣,這麼貪心啊 大舊那頭其實就不是好事來的 那,這個時候呢,就不斷是這樣翻 那,這個時候呢,就不斷是這樣翻 那,大家看著它的變化 那,每十多秒就翻一次了,OK? 那,每十多秒就翻一次了,OK? 要講一講,大家看到我鮮頭是否加了很多水 因為魚腐是不適合太少水的 如果你不加那麼多水,它變稀了一點 你很容易炸完之後就變成魚蛋,不是魚腐 咬下去就很硬的,而不是很軟很軟的感覺 好,可以了,我現在先用碟來裝起來 我這個,那隻碟 那隻碟給大家看,那就加一隻小筍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原因就是我要加紙 加一隻小筍下去,做什麼呢,吸油 要不然待會吃下去,就成口油了 大家看一下,其實我這個油溫就不算高的 為什麼呢,大家看一下我鮮頭放在那些豬油膏 到現在都沒有焦到,證明油溫不是很高的 但是為什麼呢,我都可以炸到這個魚腐這麼深色 原因就是因為我放了雞蛋 那些雞蛋會有顏色的,OK 好,這個時候我就繼續了 這次我就不放這麼大鍋下去了 不要這麼貪心 這一次呢,這個油溫就會比較高的 那所以呢,我們就要快一點點,OK 這一次呢,大家看到的,我鮮頭隔了很長時間呢 才是翻它的,但是現在呢,我就可以很快速地翻它 為什麼呢,油溫夠高,OK 就是翻第二炸,第二水的炸的時候呢 油溫就會相對高一點 那所以呢,我們呢,動它的時候呢,就可以是快手一點了,OK 因為想偷吃,但是還是熱,所以呢,等一等先 那就可以翻它了 那就可以翻它了 那呢,先頭呢,我碰一碰那些已經炸好了的魚腐呢 它的手感是怎樣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拿手拿過魚蛋 那拿魚蛋呢,它那個是有那種硬度 同時它有那種彈力的 但是呢,現在呢,我炸好了的魚腐呢 魚腐呢,是很軟的 但是軟當中呢,大家會感覺到有少少彈性的 那呢,手感就對了 就是又軟又彈 就是魚腐的手感 其實呢,魚腐呢,就可以是有很多種變化的 那呢,大家呢,可以加入蔥啦 可以加入這個香茅啦,檸檬葉啦,去拌的 那出來呢,就有少少那個味道 就有少少泰國魚餅的味道 那所以說呢,其實呢,大家不要整天呢,固定於說 哎呀,我是中廚,我就只是懂得中廚的東西 我不會去學泰國的東西 我不會去學韓國的東西 不是 那最近呢,大家看到我很多菜式呢,都是混合來做的 又有粵菜的技巧,又有泰菜的技巧 OK 那所以如果大家說,喂,純粹吃魚腐都不夠野味的呢 大家其實可以學韓國的方法 加少少香茅,剁碎它,新鮮的香茅 還要是香茅的芯,不要外面那些 因為為什麼芯呢,芯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可以吃的 OK 這樣呢,就可以令到呢,就是那個 那個魚腐整體的香口感,香氣 是提升不少的 亦都可以加檸檬葉,加蔥 OK 整整就變成一個泰國魚餅的味道 那大家猜不到呢,原來可以這樣做 是啊 那一個順德魚腐,就變成泰國魚餅 OK 好了,行了 浮了面,大家看到嗎 看著它浮面 這個時候呢 我又拿起它 大家說,我炸東西是不是很輕鬆 是啊 不需要太過著意 哎呀,死了 會不會不熟呢 其實呢,每一樣食材都有它的特性 熟與不熟 OK 那現在呢,我這個特性呢 就是,我都已經講過很多次 就是,大凡炸東西很簡單的判斷它熟不熟 就是它浮面就熟了 浮面之後再炸多一會就熟了 那我現在,剛剛呢,炸起來呢 就比較,就是比較上是什麼呢 就是比較上脹身一點 那這個炸好了之後呢 就好像,紅燒豆腐那樣的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熟了,熟了,熟了 熟了,熟了,熟了 可以不可以 還有呢,還有一樣東西 炸魚蛋很可愛的喔 它炸好了呢 整個球會脹的喔 然後呢,你一放它 它冷卻,它就馬上熟 熟到好像一塊豆腐那樣的 OK 所以呢,有很多種方法去判斷它熟不熟 大家不用緊張說它不熟的,OK 那我繼續吧 那因為呢,我希望大家不要說 哎呀,這裡又重覆又重覆那個鏡頭 是啊 但是呢,大家要看一下 我每一次都有少少變化的 而這個少少變化呢 就是就著那個溫度 還有大家看一下 我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可以是令到這個 就是魚蛋呢,炸得它比較漂亮 那我第一水呢 我認我是炸得不漂亮的 但是第二水開始就很漂亮了 嘿 這個時候我可以 來,大家看一下 炸下去 噢 正啊 嗯 裡面有汁 啊 炸了一些人在那裡 我放得很少鹹 這個味道已經是夠大鹹了 不要再加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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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呢 就過鹹的 現在空口吃就剛剛好 可能有部分人都會覺得鹹那些 鮮頭兩隻豆腐 兩隻蛋 就加了這個是一茶匙的鹽 那大家呢 可以因著自己的口味可以減少的 OK 好正的魚褲 裡面很滑 外面很香 嗯 這個味道是絕對 絕對是可以賣得的 好正的魚褲 那這個魚褲 因為呢 我加了一些豬油膏 來炸 大家看一下 我炸了應該有十分鐘 那些豬油膏都沒有焦過 證明油溫不是很高 OK 記住啊 如果是油溫高的話 你十分鐘 這樣本身已經炸開了 豬油膏 你還拿去炸 你肯定炸焦 那所以大家要記住 那個溫度的控制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那個火 中小火 好像煎東西一樣 OK 它一夠油溫 你就要收到它 這樣小火了 那我剛剛開始的時候 大火 記住啊 大家看不看到 現在那些魚褲 炸起身是脹軟的 那這樣呢 一是 即是我一放下 走去吸油 它就馬上自己縮了 嘩 真的好吃啊 這些呢 那魚褲 如果你煮好之後呢 其實呢 就可以有很多菜式可以煮的 等一下呢 我拿來煮粉吃 那呢 其實呢 魚褲呢 就可以譬如說 是炆枝粥 或者是薑蔥 去炒它 OK 都是可以的 那還有其他那些 譬如說 蝦米粉絲魚褲煲 都可以的 OK 所以呢 你炸好魚褲之後 就自然有很多菜式 走出來的 那還有呢 我覺得魚褲呢 就是兼顧到那個香口 香口感 還有呢 就是那個是 營養 健康營養 OK 因為本身它主要的成分 都是魚肉 啊 本身魚肉已經是低脂肪的 再加上這個豆腐 這麼豐富的 植物蛋白 那大家說 是不是很健康呢 雖然它是油炸 那好了 那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嗎 脹腹腹的 是吧 直直都脹腹腹的 但是呢 等一下一拿起它呢 就立即 就已經是 立即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炸好了 這裡是炸好了的 這邊呢 就降了溫的 就變成這樣了 魚褲是一個很健康的食品來的 那我就這裡呢 就已經是 基本上炸完了的了 那呢 還有一點點 那這個一點點的時候呢 我就順便做一個總結 OK 炸完這裡 那雖然說 今天呢 我做這個魚褲比較多 但是我先流都說了 其實我可以用來發揮 除了是綠麵食之外呢 我可以用來發揮做其他的菜式的 好 那大家不要收機啊 大家都清楚知道呢 我的習慣 最後是有個總結的 那還有呢 經過這個影片呢 大家看到 其實大家不用怕炸東西 炸東西呢 其實很輕鬆的 當大家呢 習慣了之後 明白了 哦 原來炸東西呢 它所有的東西都可以了 差不多了 再炸了它一炸就可以了 那大家看到的 我炸了三轉四轉 那我炸這個三轉四轉呢 是不是很輕鬆呢 一邊就和大家聊天 一邊就和大家去炸 一邊就和大家去炸 是不是 不用管他的 好了 那我現在呢 我就總結一下 那第一呢 就是 我們要開魚褲的時候 買材料回來的時候 我們買已經拌好的魚滑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大家要調味的時候呢 就要小心點 就要計算它本身的鹹度 就不要加太多鹽 那一磚豆腐 一隻雞蛋 加起來呢 你預約大概六罐斤鹽 就已經夠了 那如果大家呢 是 口味是偏淡的話呢 大家看到嗎 我沒有看著鑊的 但是自己心裡計數呢 就差不多 我就和它反了 OK 好 那 就當大家去調味的時候呢 那麼 標準的調味 就是一磚豆腐 加隻雞蛋 就半茶匙鹽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 就吃得很淡口的 這樣呢 就可以減一半 就去到四分一茶匙 可以嗎 跟著然後就 就加 胡椒碎 或者胡椒粉 少少就可以了 好 跟著然後呢 我們就要加生粉水 下去 開稀的魚肉先 跟著然後再放豆腐 拿碎它 和拌勻它 OK 等一等 跟著然後呢 在拌勻的過程當中呢 大家要檢查它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濃潔度 如果呢 大家是覺得呢 那個濃潔度還不夠的話 在這個時候就需要加水的 記住 加水的時候 拌勻了 最後呢 就落雞蛋網下去 再拌勻它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那個魚腹呢 就更加是那個色素更加漂亮的 還有呢 就更加軟滑的 但是記住喔 雞蛋呢 我們要蛋白 和雞蛋網是分開的 我們先下雞蛋網去拌勻 然後呢 我們才可以是 下蛋白 而這個蛋白呢 大家要記住 可以關火了 這樣呢 這個蛋白呢 繼續用魚羹炸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呢 這個蛋白呢 我先要記住 這個蛋白呢 要記住大家 要先發勻它 才再下 如果不是呢 分開蛋網 和蛋白鑊 就沒有意思的了 你倒不如 整隻蛋發勻它 是不是 這樣呢 這個 為什麼要分開蛋網 和蛋白去發呢 有兩種原因的 第一個呢 就是 這樣可以令到它表面更加更香 令到呢 那個魚肉呢 就有一種 微微的蛋香味 OK 那但是呢 你另外再發這個蛋白下去呢 其實有一種作用呢 就是令到那個 魚腹的表皮 就沒有那麼容易炸洞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個蛋網呢 雞蛋其實是很容易炸洞的 OK 蛋網啊 所以呢 為什麼要分開蛋白和蛋網 記住蛋白下之前呢 就要發勻它 最好就是有攪拌器 如果你不夠力的話 就用這個是發蛋器 如果你夠力的話 好像我先頭那樣 就拿這個筷子發勻它 那怎麼會發勻呢 本來的蛋青呢 它呢 它呢就是 就是 是透明的 黃黃的 透明的 半透明狀的 這樣呢 我們要發到它變成白色 很混濁的效果 然後呢 然後呢 就為之 發好蛋白了 OK 好了 炸的時候呢 這樣就好了 這樣呢 大家呢 就加上蛋白去發好 那就要檢查它的濃潔度 記住啊 這個是魚腹呢 是需要 是比較多水的 比較稀的 那我先頭呢 大家 給我幾次演示 我拌好之後 那個濃潔度去到哪裏 那怎樣去檢查呢 就是 拿隻羹 筆一個 倒起它 它呢 就很容易掉下來 就是由隻羹滲下來 但是滲下來的過程當中呢 它仍然保持一個固體的形狀 OK 這樣呢 就為之好了 好了 現在這個時候降溫了 讓大家看看成品 OK 這個就是成品了 讓大家看看 好嗎 這個賣相 是不是跟街市的魚腹一模一樣 是啊 那我這個做法呢 我以前呢 就幫人手做車仔麵當的時候 都是這樣做的 可以賣的 OK 很好味的 那我用來綠粉 如果在家裡的話 其實呢 我這裡這麼多 食粉吃不完 那我會留一點 用來做什麼呢 我用來做個 黃菜粉絲魚腹煲 那我到時 大家就看看我怎樣做 OK 這個 除了這個之外呢 亦都可以加上這個 是枝竹 或者是你打邊爐的時候用 當然啦 自己做的話呢 雖然是麻煩一點點 但是呢 就有個好處就是什麼呢 無添加 大家看到我先頭是不是很飄華 我連味精都沒有下 是不是 連雞粉都不下 是不是 但是很好味的 還有 炸的時候呢 有個巧妙的 放一點點豬油下去 這樣呢 那個魚腹表面呢 就會 會 墊染了一點點豬油的味道 嘩 那種香口感呢 你是 會是 吃完想再吃那種的 OK 行不行 那好吧 至於炸那裏呢 這裏呢 我真的太過興奮了 所以說得比較亂 炸那裏呢 有少少巧妙的 大家要開的時候 一開始燒油燒鑊的時候 當然要用大火 記住 不要全滾的情況之下 即是不要升高到160度 的情況之下 大家看到我先頭 直接試都沒有試油溫 因為為什麼 我不需要160度的 我直接溫油 就放第一水的 這個是放第一水的魚腹下去 炸 炸完第一水之後呢 它就升溫了 那它升溫呢 就去到大概 130-150度 但是過不了150度 OK 這個時候呢 我立刻關上中細火 就控制油溫在140度左右 120度至150度之間 未必很準的 OK 記住啊 炸魚腹不可以高溫 一高溫 我告訴你 外面炸洞 入面都未熟 記住啊 還有呢 就算你用120度至140度的溫度 我跟你說 大家 我炸水就是幾分鐘而已 是不是 幾分鐘而已 四五分鐘就搞定了 OK 現在我只不過 就把整個過程 給大家看一下 看完整個原因而已 行不行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溫度控制 記住啊 炸魚腹設計超過150度 你超過150度 我告訴你 它就很快會焦的了 但是裡面呢 就未熟的 結果呢 可想而知 OK 偷夠食 找夠細些 好像沒有夠細 算了 不吃了 但是先流都偷了吃了 希望大家喜歡 我這個魚腹的做法 是可以賣的 是車仔麵檔 都是這樣 收錢 都是這樣做法 OK 記住啊 魚腹不是只能吃粉 可以做其他菜式的 我今天做得比較意外 一個意外 因為我早幾天就不舒服 所以買回來沒有做過 今天呢 我做了之後 其實是多過頭的 多過頭 就做多餐菜來吃 是不是 魚腹很健康 大家可以試一下 又惹味 OK 那不妨礙大家了 拜拜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